是LOOKUP跟VLOOKUP就這個這個部分公司在這裡再來多一個什麼呢?用VBA來做 不過VBA的話相對難一些啦 那這個我想我把它放到後面好了 不然的話可能就是大家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不過也不難理解 程式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也是把這個再複製過來 然後改這些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如果你之前有也是RUN的方法是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們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查詢好了 然後呢我第一個需要知道什麼呢? 就是到底使用者輸入的編號是多少 然後呢我根據他的編號去查 那怎麼查呢? 就是先怎麼樣呢? 先取得一個X 這個X的值就是C2裡面的值 這個002先放X裡面對不對?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切到哪裡呢? 切到這個頁面 那怎麼切過來呢? 用SHITS SHITS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工作表的意思 哪個工作表? lookup的工作表 點slate就是切過去了 切過去之後的話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比對 就是說切過來之後 比比看這個是不是003 比如我現在是004 是不是004 不是 不是 4對不對? 4之後的話呢 把他找到的B欄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位置 把C欄放這裡 D1有沒有 就分別把 找到的這旁邊的這個 這幾個欄位 放在指定的位置上面去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跳離了 因為找到了不用再繼續找了 你不用再繼續找 往下了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呢? 基本上 剛剛講的敘述 第一個切過去 第二個for i等於3到10 那當然這個10的數字 前面講過有沒有 你可以去偵測的 不見得是第10喔 你可以往下抓 然後再來怎麼樣? 如果 A欄有沒有 這個i是 A3 A4一直往下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X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把你查到的東西 摳過來 那摳過來 特別是要摳到哪裡呢? 摳到這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名稱叫什麼? 序齒查詢界面 我名稱叫底線 這邊有個底線 就是這個一樣的名稱 查詢界面 就是跟這個一模一樣的名稱 就對了 一樣的名稱 然後呢 點 底下的什麼呢? range C3 C3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等於什麼呢? 等於B欄裡面的資料 這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這好像前面都有講過類似的 然後再把C欄放過來 那除了你可以給名稱之外 你也可以告訴他第幾個 你用3也可以 用名稱也可以 第三個 然後把資料摳過來 最後離開